读书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征明 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这个关于西方学者批判民族主义的这种相关的书 我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本了 叫那个民族的神话 欧洲的中世纪起源 那本书呢 是通过研究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来反驳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些观点的 然后我最近又看了一本类似的书 就是我手里面拿了这本 发明民族主义 它呢是通过这个研究 1680年至1800年的 法国的民族崇拜 然后来批判这个民族主义的 我们经常戏称这个法国为革命老区 是吧 因为这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呢 是这个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里边 最激烈 最曲折 流血最多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个法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 那什么是民族主义呢 我在讲那个民族的神话那本书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哈 所谓的民族主义 其实就是建立在族群基础上的 一种身份认同感 而对于民族主义呢 当代的学者 其实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啊 它之前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完全就是一些学者 在十八十九世纪发明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 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构建 就像这个作者说的那样哈 他说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情感 它是一项政治工程 目的不仅仅在于 颂养保卫或强化一个民族 而且还要主动地创造一个民族 把他的人类原材料 塑造成一种根本上全新的样式 那既然是政治构建 那肯定就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了 是吧 就像这个作者说的那样 民族现在代表着一切合法权威的来源 这就是说 他们可以以他的名义 推翻一个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 其辩护者坚称是神定的政治体系 所以事实上 我们可以把民族主义看成一把武器 看成一把枪是吧 你没有办法说这把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这把枪好不好 它到底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息作用 关键看这把枪打的是谁 必须承认哈 这个民族主义在近代史上呢 确实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 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近代的很多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这种民族独立运动 都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 就比如说这个希腊独立运动是吧 自从这个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希腊人就一直被这个奥斯曼帝国统治 但是到了近代呢 这个希腊人突然说 哎 我们不想在这个奥斯曼帝国当第二公民了 当这个二等公民了 我们希腊人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这个时候这个民族主义就起到积极作用了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把枪打的是奥斯曼帝国 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封建帝国 所以它带有这个反封建的性质 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辛亥革命是吧 这个孙中山搞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驱除打鲁恢复中华 它其实也是在以这个民族主义为号召 号召大家干什么呀 推翻清政府是吧 那民族主义在这里呢 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吧 因为这把枪打的是谁啊 打的是清政府 打的是这个封建 但是这个时候话就要说回来了 是吧 如果封建已经被打死了 你还端着民族主义这把枪不放 那你八成就是纳粹了 是吧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学者都在批判民族主义呢 因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 是时候把民族主义这把枪放下了 如果某些国家还是端着这把枪不放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是早晚的事 这个熟悉历史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 其实在这个一战之前呢欧洲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级别的这个大战了 就是这个宗教战争又成为三十年战争 那为什么会爆发这个三十年战争呢 就是因为有的国家信新教 有的国家信天主教 然后他们信仰不同就打起来了 而这个作者就说了哈 他说这个西方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与宗教 就像弯曲的藤条一样互相纠缠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为了超越个体生命 甚至值得为此放弃生命的意义提供了来源 所以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种宗教 只不过呢 这个偶像从上帝变成国家了 是吧 我不爱上帝了 我要爱国家 而权力者呢 从这个教皇变成了人民领袖 是吧 我们不团结在教皇身边了 我们要团结在领袖的身边 而民族主义和宗教的目的呢 也都是一致的 宗教是为了控制信徒 是吧 那民族主义呢 就是为了控制国民 他们追求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就是要我们每个人 放弃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把个体生命融入到一个 更宏大的叙事当中 说白了就是宗教要你殉教 然后民族主义要你殉国 那在这本书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法国在这个大革命期间 这个民族主义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 我们不是说这个民族主义是把枪吗 那既然它是把枪 就人人都可以拿起这把枪来 是吧 于是我们就看到哈 爱国这个概念呢 在有着不同政治目的的政客那里 是上演了一出这个七十二遍啊 维护王室的这个政客就认为 爱王室和国家是不可分割的 爱国就是爱国王 你不爱国王 你还当什么法国人 是吧 那这个共和派的政客就说了哈 国王现在是阻碍国家发展的 这么一个存在 把国王赶下台才是真正的爱国 既然你可以说我算什么法国人 那我也可以说你算什么法国人 是吧 你抄我开枪 我也可以抄你开枪 那从这里其实就可以充分看出了 是吧 这个民族主义 爱国啊 这些东西纯粹就是政客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政治目的 而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 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大众 拿你们当枪使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提高警惕 我们的一切行动一定要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幸福和快乐为目标 为目的 绝对不要为了某些愚蠢的信条是吧 去充当这个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巴拉巴拉里边那个代价 因为这个作者是个英国人 他在这本书里呢 也提到了这个英国18世纪民族主义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 他说在这个18世纪的英国 与爱国概念相关联的排他性和宿命的逻辑发展到了极端 恢复民族传统和把外来影响从国家中清除出去的呼声 以及对英国种族优越性的强调 全都显示出一种让民族共同体越封闭越好的迫切愿望 这个恢复传统 然后清除外来影响 然后强调本民族的优越 认为这个越封闭越好 这些思潮大家不觉得有点耳熟吗 因为民族主义是把非常好用的枪 所以无论到了什么时代 总有人会想要端起这把枪来的 我知道肯定有人觉得我是在威严耸听是吧 那我是不是在威严耸听呢 就交给你们自己去判断了 当然了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也欢迎你在这个评论弹幕里面跟我进行讨论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明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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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